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已经取得 假设所有会员应该是50到50 等于这个是0 0,1,2,应该到51 如果全部的会员的话,应该是0到51 全部的资料到50 如果因为我要到前十个会员的话 就到0到11,到这里 可是如果今天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我只要取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 那如果要怎么取这两个栏位 首先的话,你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是有把资料做切割 Splitter 所以基本上的话,如果我把它Splitter的话 如果我要针对哪一个做Splitter呢? 如果我要针对第一个做Splitter的话 那Splitter出来的话 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在这边的上一行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把这一个 前面再加一个List 2 等于什么呢? 等于把这个List,就这个东西 帮我做什么呢? 点Splitter 然后用逗点割开 意思说我把 目前的这一个 OK,切割开来之后放在List2 然后把底下的东西 假设我今天切割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List2里面放什么 基本上就是分开来的结果 所以执行 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List1里面的东西全部切割之后呢 就分别放在这个里面一个一个的 串列里面 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把它切割开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切割开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 针对你要的质料去做选取的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用像 为什么我刚刚没有read 不用自串 因为自串很麻烦 自串你要怎么取你要的位置 但串列可以 串列有点像第几篮的意思 那如果我今天要取的是姓名的话 那姓名怎么取?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 姓名等于是说这个是第零个 第一个 那如果后面如果假设 假设我今天增加一个小瓜谷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第几个 这是零 一 二 三 四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说姓名的话 我就输入一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姓名出来了 OK 意思就是说 我是list2里面的 第几个篮的位置 所以这个第几篮 那它篮数是从零开始 那因为姓名是在第2篮 所以是一 那如果后面我都要加什么? 加最后一个 四 四的话应该是什么? 就是手机 你想说手机为什么长这样? 手机为什么多一个换行? 其实主要原因 各位有没有看到? 后面它有个反斜线 N 反斜线我讲过了 这拖一字元就是换行 所以它会多一个换行 那怎么样把这个换行拿掉?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怎么只取姓名 所以姓名就1 后面如果加上什么? 串接一个斗点好了 比如说我要加上一个斗点 然后再加上手机的号码 所以手机的话就把它串接 这边就加4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姓名 斗点 有没有? 姓名斗点手机就出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多一个换行 那怎么办? 简单的方法 斗点加什么? END等于空的 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我教各位 因为以后有什么状况 你一定要把它拿掉 比如说你要塞到资料库之前 有没有 那你如果把换行也放资料库 那人家取得之后 奇怪的莫名其妙要多一个换行 不行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你一定要把那个换行拿掉的话 那接下来你要 再多学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的话就是自传函数里面 去除 比如说你头尾的什么东西 如果你要去除头尾的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记一下蛮重要的一个叫strip strip 小刮壶 然后呢 里面跟他讲说帮我把那个 前面或后面 只要出现 结尾只要出现反斜线分的 就是换行的这个 这个这个 质源的话 就帮我把它拿掉 strip 这个strip还蛮重要 因为有时候如果 像我们从网络上撈资料 说多一个头 头什么 然后尾巴多了什么 那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strip 那就可以去掉 头 或尾巴的换行 OK好 那如果把它去掉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所以 请各位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多增加几个 第一个 就是原来是只有list1 那我们是把list1 后面加一个strip 就是把它的 逗点 有没有 先把它切开来 放在list里面去 然后呢 把这个list里面的 第二栏 所以你从0开始 所以输入1 就是姓名 有没有 然后再逗点 就是这个 再加一个 手机号码 然后最后strip 是把后面换行拿掉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如果细节假如说你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建议你可以 自己再把那个 有没有 那个 list2里面放的东西 再把它print出来 就OK了 我的习惯是这样 像这个为什么名称叫list1 list2 这个是个人习惯 以后如果你不 不习惯这个 变数名称 你也可以改 因为我习惯 反正第一次取就list1 第二次取就list2 第三次就list3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规则很简单 12345 因为我很懒得想说 到底这个串例要叫什么名称 那干脆就叫12345678 那很多时候 你在 从网路上面捞 资料的时候 常常就真的要放在第1个串列 然后从第1个串列再切第2个串列 再切第3个串列 可能很多层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欢迎各位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话 假如你能够 慢慢进入状况的话 那你 将来 从外部取的资料 你就比较知道该如何 和 针对 那些资料 去做切割 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 那其实有点类似像Excel 所以你如果实在是想不到说到底 他切进来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有点像 在Excel里面 就分在 比如说A栏 B栏 C栏 D栏 E栏 类似像这样子 只是说在Python里面 他都是用 所谓的List 去做资料的 这个储存跟分割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